我们智能加热控温控流量的一个设备生产型号是非常的多 为了方便大家可以快速选择我们的产品 一般我们在沟通的时候会问一下问题 比如我们的一个温度范围能多少 我们的一个标准设备是零下40到100度 使用的是广东液 100度以上我们一般使用导入油 还有我们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智能量多少 设备要提供不同温度价的一个智能量 还有设备的一个流量要求是什么 我们一般常温的设备它的一个流量像是一般是2到20升每分钟 低温我们是1到20升每分钟 还有我们的一个设备温度流量控制精度要求是多少 我们一般提供的一个精度正负0.2升每分钟 正负0.5摄氏度 还有设备的一个介质是什么 我们一般是使用的是防冻液 还有标配的一个流量技能要有导电信 我们使用的一个是电磁流量技 后端接什么设备 常见的有电池、电机、电驱 智能量和流量的一个调节范围会有不同 我们下期见的节目 我们下期见的观看 转转转煉